大家好 今天开微博就看到 网友争相向游王黄晓明示好 我缓缓打出一个问号 一了解 原来是霸总专业户张翰 两年前的恋爱综艺被挖坟 观众可以体验与他谈恋爱的快感 黄晓明的油腻瞬间清汤寡水 网友纷纷求饶 强忍不是前驱观摩 其中张翰扮演大明星张翰 因车祸穿越一时空 被黑衣人追杀 综艺里另一位主角 正是第一视角看综艺的各位 身先士卒带入这个视角 按设定 小明是个三好打工人 某天脑热给流浪大爷买了皮牛栏衫 大爷感激替林恩将仇报 送一本章 汗 血 真 急 正当小明手举杂志不知所措时 一道白光 小明穿越一时空 和正在逃亡的张翰手拉手狂奔 登上一辆废弃的火车 坐定 眼前这个棱角分离的男人 嘴角不知何时伤了一块 小明正要委屈自己帮他查看伤势 他一把捏住探来的手腕 眼神筑起一道巨人千里的围墙 嘴里飘出一丝咽气 接着 小明眼前一黑 进度条拉近下一个场景 这次我和张翰相遇在昏暗的小巷 耳边十里尼响彻他的贴脸问候 说时迟那时快 张翰以50公里每秒的速度 一个狠狠的壁咚 将小明牢牢锁进他的壁弯 足足十秒的双目交叠 灵魂像纠葛了一个世纪纳麦冗长 他围起薄唇 称则道 还没等小明否认三连 他若有所思地拿起一块三明治 边妈撒边问小明 饿了吗宝 小明脑僵子都摇匀了 也没躲开 他看穿一切 屁腻众生的目光 哼 鼻仔织偷吃是吧 我滴妈呀 还偷吃 我火速顺着满地 浓油溜到下个场景 这次 三寻老汉卧病在床 我变成白衣天使 满足各种刁难请求 没想到张翰也有柔弱的一面 生个病应是生出命不久已的感觉 病榻上他低溜着双眸 饿了 曾经那两半凉薄的嘴唇 此时苍白如寒风中的浇花 他们的主人戏声称唤着 宝宝 饿饿饿 腰喂喂 随着张翰一口口咬下奶油卷 小明也备他 死追不放的注目里盯饱了 吃饱喝足的糟老汉 嘴唇红润不少 如具的眼神直视 沉吟片刻 恳求小明不要趁他睡着 弃他而去 好不容易伺候完遭老汉 小明狂按快进 为了报答俺的护工之恩 并遇得张翰手举冰淇淋 飞奔进十元殿 他微微宁静地眉心 仿佛要用眼神 给小明做个X光 比三层外 三层看得透亮 原来 他准备为小明送上新的礼物 一想到 本职男不会用口红 张翰四十五度角 仰望天花板 撅起他高傲的 嘟嘟唇做示范 他像是想起来什么 一把扯过小明 仿佛用尽毕生耐心和细心 小心翼翼地涂抹其口红 这眼神暧昧又缠绵 像一位艺术家仔细地端想 他日夜雕琢的雕塑 忍不住感叹 下一秒 不等小明反应 啪哒 一眉湿漉漉地吻 放肆地印在了小明的额头上 几天的幸福遭遇转瞬即逝 别忘了身后还有黑衣人追杀 眼前是千军万马 身后是唯一所爱 软招感化不了黑衣人 那就来硬的 即使张翰只在拍戏时 学过几下拳脚 此时也决心一绝高下 亮招吧 武状元张翰 永春 太极 一阵花拳绣腿钢拳铁腿 小明和张翰逃进一辆霍拉拉 一众黑衣人也穷追不舍 倔强的张翰终于憋红眼眶 他将黑衣人和纷争挡在车门外 随着车身剧烈地摇晃 颤抖着说出那句留恋 两倍速体验过和张翰谈恋爱 回想曾经的小明哥 确实是我鸡蛋里挑骨头了 同属油雾 小明哥是食用油 在被观众狠狠叮死后 他直面暴击 雾了 在比如综艺中餐厅里 他的点中点名言 活像个牢牢叨叨 看门大爷 是因为扮演员工的养子 干活使手被夹伤 动不了了 小明捉急要送他去医院 反观张翰一桶精脆地沟油 参加真人秀 面对人微言轻的素人录音师 提出一个小小的改进时 张翰反手逆转掌控权 不能按我的来吗 在现实中 张翰更身兼法治他的身份 大学时拖行交警百米 被路人逼停后逃逸 也不打120 前几天在自编自演的影视剧遭破 东八区的先生们里 张翰口口声声 谨遵交通法 转头畅饮完82年的拉菲 然后就飙车上路了 自从有了张翰横空出世 游王黄晓明终得退居二线 原来一切全靠同行衬托